Hello 欢迎大家收看Benny大百科 近几个月大家都留意美国的债务上限 最近两党已经达成协议通过了上限 但是通过债务上限之后 美顾是否会一帆封信之后有什么考验呢 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债务上限之后美国的考验 先讲一下这个债务上限 根据这个协议 拜登不用投行这两年内的债务上限 但是又有设了很多限制 包括国防开支上限限在8860亿美元 而非安全开支上限就7040亿美元 而这两项开支要到2025年之后才可以上升 最大问题在哪呢 就是美国财政部的资金就用尽了 之后他要大举发行债券 由金融市场上面抽走资金 大量的资金被抽走 流动性就会出现问题了 现在大行估计财政部会在市场抽走6000亿美元 假设有一半是由贴面窗口抽走 一半是银行体系抽走 即是银行体系会少了3000亿的流动现金 长期来看财政部需要发行1万亿美元的债券 未来两三个月造成美国的资金紧张 大行估计这个动作等于美联储加息0.25厘 除了资金压力之外 近期美联储官员发出了不少鹰派的讯号 鲍威尔觉得6月可以暂停加息 但是之后再看看数据决定利率走向 根据Fairwatch网站 市场预期7月加息0.25厘的机会大增 之前已经几间银行商界倒闭 银行存款流失严重造成更大压力 现在再抽水加息会不会多几间银行倒闭 买了科技股的朋友 记得吃点银行 做一点放手动作好一点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lik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